大壁碳纳米管具有优异的力学、电学和光学性质,在柔性和透明电子系列领域可作为透明电极材料或半导体勾到材料,因此被认为是最具竞争力的候选材料之一。 开发出可高效、红量制备高质量碳纳米管薄膜的方法,已成为该材料,走向学习应用的关键难题。 首先,七斤制备的大壁碳纳米管薄膜的尺寸,通常为厘米量级,批次制备方式不能满足规模化应用要求。 其次,由于在碳纳米管薄膜制备工艺过程中,通常会引入杂质和结构缺陷,使得薄膜的光电性能烈化,远低于理论预测值。 因此,发展一种高效,红量制备高质量大壁碳纳米管薄膜的制备方法具有重要价值。 近日,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先进碳材料,研究部孙东宁团队,与流畅团队合作,提出了一种连续合成, 沉积和转移大壁碳纳米管薄膜的技术,实现了米级尺寸高质量大壁碳纳米管薄膜的连续制备, 并基于此构建出高性能的全碳薄膜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器件。 研究人员采用浮动催化剂化学气象沉积方法在反应炉的高额区域,连续生长大壁碳纳米管, 然后通过气象过滤和转移系统在室温下收机所制备的碳纳米管, 并通过卷道卷转移方式转移至流行PAT机底上, 获得了长度超过2米的大壁和纳米管薄膜, 对该过滤沉积过程进行流体绑针, 其结果表明当调节出气口、速度、使车率过程属于平衡状态时, 该过滤系统中的气流呈现处均匀的气流速度分布图一, 通过该方法制备的单臂碳纳米管导墨, 表现出有益的光电性能和分布均匀性, 在550纳米波长下,其透光率为90%, 方块电阻为65度Mega图2。 研究人员利用所制备的碳纳米管导墨, 构筑了高性能全碳柔性透明晶体管图3、 D及1货门、101阶环形震道系等柔性全碳集成电路图4。 这是研究人员首次开发出米极长度的 单臂碳纳米管薄膜的连续生长、 沉积和转移技术。 素质备的单臂碳纳米管薄膜, 及其晶体管制有优异的光电性能, 为未来开发基于单臂碳纳米管薄膜的大面积, 轴心和透明电子器件奠定了材料基础。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,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,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, 中科院装备研制计划, 辽宁百千万人才计划, 青年千人计划等的支持。 达宁碳纳米管薄膜的连续制备技术 亦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ZR2014-10486883.1 相关论文与近日在先进材料 Advanced Materials在线发表, 图一拟及达宁碳纳米管薄膜的制备, 碳纳米管连续合成, 沉积和转移过程是一图, 实验装置图, 柔性ZAT圣地上的达宁碳纳米管薄膜, 一卷大壁碳纳米管薄膜, 气体速度的仿真缺陷, 平衡状态的气流分布仿真结果, 图二大壁碳纳米管薄膜光电性能表征, 透光绿面分布表征, 方块电阻面分布表征, 薄膜性能的对比结果, 图三大面积柔性全碳器件, 柔性透明全碳器件照片, 气件光学透过绿缺陷, 全碳TFT结构示意图, 图四全碳罗基码和环形震荡器, 夜货门, 夜货门光学照片, 夜货门输入输出特性趋线, 101G环形震荡器光学照片, 101G环形震荡器输入输出趋线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